大家早上好 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民宿记的第八章 第八章分段很清晰 一到四节是一段 第五到最后是一段 两个大段落 这两个大段落 当然就是紧接着昨天的那一章 昨天的那一章就讲到 十二支派的众首领 来到会幕前 献上他们的礼物 会幕已经预备好 马上要启用了 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些的礼物啦 寄生啦来到 行一个启动的礼 那今天呢 就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继续今天这一章 那今天这一章就有两个大段落 讲到金灯台 怎样去点起 还有立位人 怎样去预备好他们 就是说 会幕要正式开工啦 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要预备好 这些的组长 要摆上他们自己的那一份 紧接着 第一个段落 就是金灯台 的条例 我们先来看 一到四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 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点灯台的上的灯 使灯向前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 是用金纸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在组长 摆上他们的奉献 摆上他们的礼物 可以预备启动会幕之后 神所吩咐的第一件事 就是制造金灯台 也就是说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就绪之后 组长们也都摆上他们的一切 他们都安然安好了 所有的东西都就定位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启动的 原来是金灯台 这个都很特别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第一个要启动的 是不是应该是统计堂呢 但是不是我 原来第一样启动的是金灯台 所以神就吩咐 要将金灯台 点起来 点灯的时候 七个灯盏都要向着灯台 前面发光 连这个都有规定 就是这个金灯台 它的灯盏 要让它陷着前面发光 为什么要陷着前面发光呢 因为在圣索里面 所摆放的 几样的东西 排列的方法 金灯台的对面 其实就是橙色柄的台 所以当将灯盏的方向调整 向前发光的时候 就是让这个金灯台的灯光 主要就是照向 橙色柄 橙色柄台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橙色柄的台 上面有12块的 橙色柄 那这个橙色柄 12个橙色柄就代表 12支派 当然这个橙色柄 讲明是橙色柄 是可以吃的 那在这个圣殿里面 这个圣索里面 唯一能吃的东西 就是橙色柄 这个橙色柄 所代表的 因为它能吃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生命的梁 你一听到生命的梁 你就知道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生命的梁 凡吃我的肉 喝我的鞋的 必永远不死 所以这个橙色柄 所预表的 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耶稣的救恩 就是这个生命之梁 而灯台 就要向前发光 照着橙色柄的台 那灯台的意义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灯台的光 我们普遍的都相信 它所代表的就是 圣灵 圣灵所发的光 要照着这个橙色柄 圣灵的光 让我们看见橙色柄 其实就是 我们进入生命的里面 这个生命之梁 这个生命之梁 当然也代表 我们的圣经 因为神的话语 就是生命 到成为肉身 成为我们的天良 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 都有一条 之后我们会讲的 有圣灵 有圣经 其实就是圣灵 带领我们 进入里面 真理里面 所以在会 会莫的服饰里面 当所有人都定位的时候 第一样要点起来的 就是金灯台的光 而这个光照着这个 橙色柄的台 这个点灯是非常的重要 圣灵的光 一来到的时候 神的话语 就会活出来 生命就临到 所以整个 会众 或者是在灵界里面 所代表的是什么 当森林的光 出现的时候 带来的就是生命 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 可能当时 他们如果在现场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会感觉到 在整个的营区里面 一片的生机 一片的生气 很有盼望 很有朝气的那种感觉 就在他们当中来 可能他们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间 好像充满盼望 充满生机一样 其实那个原因就是 金灯台被点起来 所以对应今天来讲的时候 张牧师从神而领受 为什么六一 为什么会有成岛呢 其实这个成岛 在张牧师的眼中的意义 就好像这个点起 这个金灯台的点灯一样 所以牧师不断的重复 其实我们在这里守住成岛 就是为神点灯 他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相信 当我们每一天在这里点灯的时候 整个的地区 或者和我们一起去 读成讨经文的弟兄姐妹 你生命里面的生机 生命的动力就会产生 事实上也都真的是 所以我们很看重 我被猜出来的时候 牧师千叮万筑跟我说 阿丁努牧师 你一定要自己讲成岛 尽可能要自己讲 除非你不在香港 甚至他规定 你建立分堂的第一年 哪里都不要去 第一年 尤其是第一年 这个成岛你一定要守住 最好是每一天的成岛 都是你自己来讲 我就一直守住这个成岛 走到今天 就算是我中了新冠的时候 都在家里用线上直播 都继续的讲成岛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境的本分 神就将这一个点灯 的任务就交给了祭司 祭司就是要每一天 这样来经营这个灯 让灯光不会熄灭 所以这个灯光就是这么重要 我们今天在这里成岛的时候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你会将成岛 和点这个金灯台 点灯可以挂钩呢 又不是真的是点灯怎样 那我们回到来教会 我们会读经啊 但是那个灯不是金灯台的灯 但是从这里我们就会明白 将金灯台调整 让它向前发光 照出橙色柄 所以我们今天在成岛的时候 我们读经我们解经 其实就是要让圣灵的亮光进入 照出生命之道 所以当我们每个星期一 每一天在这里 除了星期一之外 每一天在这里成岛的时候 目的就是要让圣经 让神的生命之道 更加的显明在我们当中 从母堂开始我们都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神是透过成岛读经的经文 带领教会的方向往前走 神也很多时候 在我们成岛的当中 对我们说话 我想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当你去成岛 跟着进度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趣 就是很多时候 成岛经文所讲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现实当生活中经历 两样东西就这样子相互的印证 这个可以问一下金奴 他来我们成岛最多的 很多时候真的是 我们所读的成岛的经文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就是对应到我们的生活 甚至会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提供的方向和答案 这就是神的成岛的宝贵 这也是以色列人 他们点灯的重要 接下来他就解释 灯台的做法是用金锤出来的 连走带花都是这样锤出来的 墨西座这个灯台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首先这个灯 他要将它的方向调整 调整到向前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然后补充这个灯的做法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所以无论这个灯 是怎样去做出来的 和这个灯的光的方向是怎样 全部都是按照神的指示 这个神的指示很重要 其实就是要按照神的设计 神的设计 灯台就是要造出橙色饼 让以色列人 预表以色列人 得着生命 借着生命之光 圣灵要引导他们 进入真理的里面 金锤堂的做法呢 也是按照神所设计的样式 所以也就是说整 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出于神 不是人所想出来的 但是是神巧妙的安排 这个巧妙的安排 除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让以色列人可以根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 当这一切的东西都就定位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一个很大的 属灵的果效 这个属灵的果效 就让神可以真正的居住 在以色列人当中 如果不是因为有会幕的话 其实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 和神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甚至让神住在他们当中 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 就是与人要住在一起 所以神创设立伊甸园 其实是想要人和人 在伊甸园一起生活 这就是神最大的心愿 可惜人犯罪落落 没有办法 罪将我们和神来隔绝 去到旧约的时候 旧约还没有来 那神怎样才可以住在人的当中呢 神就正在那里找了一个方法 就是透过会幕 所以就是看哪神的账目在人间 所以如果没有会幕的话 神和人之间是没有办法 可以近距离的 因为罪将人和神隔绝 神一见到罪就要对付 但是对付罪的时候 这个有罪的人都会一同灭亡 所以人和神之间的鸿沟 怎么来解决呢 当然新约最高的功效就是 耶稣一次见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 但是在旧约当中 其实就是要透过赎罪 让神和人之间可以一起来相处 而这个赎罪里面没有会幕 就做不成 所以这个会幕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会幕里面 所做的一切 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指向将来的耶稣的生命 所以今天这个金灯台点起的时候 圣灵带领着这个光 让我们进入到生命之道里面 这个灯一点起来的时候 其实就开启了一条永生的道路 因为这一条永生的道路而打开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可以降临 神的话语就可以赤下 所以你看见昨天那一章的圣经 当中的领袖要奉献他们的东西预备好的时候 神的声音就在这个圣座出来 神的话语就降临 神的同在 就在当中透过会幕 然后点起金灯台的灯光 神的话语 和金灯台 橙色饼所带下的其实都是生命 这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当这一切的东西都就续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可以发出 神的话语发出带来的就是生命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道 到最后道也成为肉身 成为我们的救恩 这就是今天这一章第一大段 所以神马上就吩咐 吩咐摩西亚 你们要预备好这个灯 因为神要释放永生的信息 进入以色列人当中 神的同在要降临 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 那是除了有金灯台之外 那下一步 也要让六位人也预备好 因为整个会幕要进入 运作里面 要正式开工了 所以六位人一定要预备好就位 那六位人要怎样去预备呢 就好像我们上班也一样 有没有适合去一份新的工作 第一天是做什么呢 第一天回去 有些人说 如果公司有些规模 你还没有坐在自己的位置 你还没有坐去自己的那张凳子的时候 你先去哪里啊 你要先去人事部报到 人事部做什么呢 你第一天上班人事部做什么呢 和你的讲一下员工的守折啦 公司的规矩啦 有些公司甚至会告诉你 我们公司企业的意向呢 这些方针是什么呢 还要解释一下 你在这份工作里面 有些什么义务啊 当然也都顺便告诉你 你有些什么权利啊 你有多少假期啦 请假的手续是怎样啦 有没有双凉啦 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加班啦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都会在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首先跟你讲 其实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呢 预备礼 让你知道 你要做些什么 怎样去开工 怎样去营运 这间公司 所以另外的也是一样 当神殿要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个预备的功夫 这个预备的功夫 让立位人 可以正式的投入 在这个服饰里面 那要怎样去预备呢 就是我们 今天的第五节到最后 我们来看 第五节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 立位人来 竭尽他们 竭尽他们当这样行 用除水 除醉水含在他们身上 又叫他们用剃刀的刀 刮全身洗衣服 竭尽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 公牛堵 并同线的数剂 就是调油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堵 做赎罪剂 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召聚以色列的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按守在他们的头上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当作摇剂 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立位人要按守在那两只公牛 留到头上 你要将一只留 做赎罪剂 一只做凡祭 献给耶和华为立位人赎罪 我们先读这么多 这里就预备立位人的时候 神所吩咐摩西 首先你要将立位人 从以色列中选出来 就是叫立位人出来 然后你竭尽他们 那怎样去竭尽他们呢 有七个步骤 用七个步骤来竭尽他们 让他们预备好 这七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 要用除醉水 弹在他们身上 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拿一些除醉水 弹在他们身上 这个除醉水 可能就是这个洗头盆那里拿出来 所以要先用除醉水 弹在他们身上 为他们撒水 叫他们得竭尽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用这个剃头刀 刮全身 用剃头刀刮他的全身 剃头刀刮全身会怎样呢 那整个人不就会滑丽丽的 刮全身咯 就是手毛啊脚毛啊 全部都没有啦 刮全身 不知道包不包过眉毛 不知道包不包过头发啦 总之就是用剃头刀刮全身 整个人都干干净净滑溜溜的 然后呢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洗衣服啦 窃进自己 还要洗衣服啊 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 我们做祭祀的时候 第一天上班 做这些的动作 都给你很有趣的 还要洗衣服哦 还要洗衣服啊 窃进自己啊 然后呢 叫他们 取一只公牛肚 并同线的书记啊 就是调油的西面 你要 另取一只公牛肚 做赎罪记 就是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召聚以色列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接下来就是 叫他们 取一只公牛肚 就是这些立位人 他们自己要找一只牛来 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 或者自己家 或者怎样 然后呢 还有同线的书记 就是调油的西面 就是立位人就要预备 这两样东西 一只的公牛肚啊 还有调油的西面啊 但是你要另取一只公牛肚 做赎罪记 你这个你是谁呢 前面第五节 就是耶和华小于摩西吗 这样做 所以这个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肚 所指的就是摩西 就是立位人 自己预备一只牛 和西面 要调了油的 然后摩西亚伦呢 要预备一只 然后呢 作为赎罪记 然后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召聚以色列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要将立位人带到耶和华的面前 要将立位人带到会幕的面前 但是这个带的过程里面 立位人自己要准备一只牛 准备这个面 然后摩西亚伦又要准备一只牛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都很有趣 那立位人 会不会都可以跟神说 神啊 我已经将自己奉献出来了 你还要我的牛 你已经拿了我整个人啊 还要 还要我来一只牛出来 还要准备面 准备留准备面就算了 摩西和亚伦还可以问神 神啊 立位人来接近自己 为什么我也要来一只牛出来呢 神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很特别 就是立位人又来一只牛出来呀 摩西亚伦又来一只牛出来呀 摩西亚伦如果 这都是挺大件事啊 因为立位人众多啊 每一个立位人 他都要拿一只牛出来 那究竟他来拿多少只呢 你可以想想这条书都很难算的 但是又很特别 为什么神会这样呢 其实这个就是立位人的服侍 立位人有立位人的摆上 但是立位人的服侍 不单只是服侍神 他们也要服侍祭司 服侍摩西亚伦 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 摩西亚伦也要有他的摆上 就是彼此的尾身 你拿你的那一份 我也拿我的那一份 但是大家都将这件事情 和立位人带到耶和华面前 奉到耶和华的面前 这是在神的面前 大家一起来摆上 彼此同心 立位人的数字记 原来祭司和立位人 共同来完成的 缺一不可的 如果只是立位人 拿了一只流出来 拿了一些面出来 那少了一只怎么办呢 神规定是 两只流一起来献祭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 祭司立位人 两个是同心合一的摆上 这件事情才能成就 今天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 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合一很重要 立位人和祭司之间的合一 其实不单只是立位人和祭司的合一 当他们这样一起来献祭 来赎罪 他们所为的目的就是服事神 那什么是服事神呢 其实服事神就是和神亲近 然后我们和神亲近之后 我们和神一起做神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合一 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合一 不单只是立位人和祭司的合一 其实也带下立位人 祭司和神的合一 三个三方面一起来合一 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 当立位人和祭司同心合一的时候 神就在他们当中 就成就了 这个三合一 原来神很喜欢三合一 这个三合一就带下 神的同在 在以色列人当中 所以这个步骤是非常的重要 就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就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第五个步骤就是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亚伦也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 又提到奉到耶和华面前 不停的踢奉到耶和华面前 所以他们所带到神的面前是属神的 他们是服侍神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服侍神 其实是很光荣 很荣耀的一件事 因为神是太伟大 其实我们讲真的 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服侍神 谁配的呢 我们笨手笨脚 今天就算我们说 不是啊 我们敬拜都挺好听的呀 敬仰牧师 敬仰很好 敬拜很好听啊 但是你没听过天使的吗 如果你和天使比一比 你就会发现 哇哦 所以 我们作为人 我们可以去服侍神 其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第五个步骤就是 要让以色列人 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这些的以色列人 就要按手在这些 立位人的头上 以色列人 很熟悉 这个动作 因为当他们献祭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要 按手在寄生的头上 这个按手在寄生上面 所代表的就是 我将我的罪归在你身上 我按手在你身上 让你来代替我 所以以色列人 当他们按手在立位人身上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这里 宣告一件事情就是 在灵界里面就是 将我的一切归在你的身上 你代替我 去做某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按手 就是让以色列人 替代他 也是一个授权 你就是我的代表人 当然 这个授权所代表的就是 让立位人 代替这些以色列人 在耶和华面前来服侍神 这就是第五个步骤 按手 然后第六个步骤就是 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 好使他们办耶和华的事 这个按手之后的 第六个步骤就是 这些的以色列人 这些的立位人 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摇祭了 就是他们变成了祭品了 你明白吗 那一个的意义就是 本来 立位人是立位人 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 但是当这个按手之后 就授权 让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 这个代替一成立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 立位人就变成了摇祭 他们就变成了祭物 他不单只是服侍神的人 他也是自己就成为了一个祭品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 在新约的时候 很有名的就是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原来我们不是 不单只是我们今天成为立位人 不单只是负责做这么简单 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祭物 成为了一个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是整个人里里外外都归于神 不只是我们手中的工作归神 我们不单只是用我们的手所做的事情来服侍神 而是我们整个人 整个病都是属于神 成为那一个的摇祭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好办耶和华的事 今天这个心态出来 我们才能服侍神 服侍神 不是只是靠我们的手做 我们的行为做一些事情 而是我们整个人的心态 我们整个人 要有一个认定 我们是整个人属于神的 这个心态搞定了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办神要办的事 第七个步骤就是 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支柳的头上 立位人被以色列人按完手了 但是立位人自己本身都有罪的吗 他也不是完全人啊 所以他们都要按手在那两支柳的身上 那两支柳就是一支是自己拿出来的 一支是摩西亚伦拿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按手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说 立位人都要将他们的罪归在这两支柳的身上 而这两支柳就会被献上成为赎罪祭 一支做赎罪祭 一个做反祭 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两个了 两支柳了 一支做赎罪祭 就是除去立位人的身上面一切的罪 另外一支作为反祭 反祭的意义是什么呢 反祭的意义就是 整支柳全部烧掉 连内障 连所有的东西都烧掉 所以这个反祭所代表的就是 完全的摆上 因为当一变成反祭的时候 什么都没得留下了 你也没有办法跟祭司说 我留着一个腿给我啊 所以整支都烧掉 这就是立位人 他的预备 这个预备之理 包括的属灵的意义就是 自己是一个祭品 也都要赎罪 竭尽 接下来 自己成为祭品之外 也是一个反祭的精神全然的摆上 当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 立位人就预备好了 然后十三节就再将重点 作为一个补充 所以十三节我们读一读 你也要使立位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献给耶和华 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分别出来 立位人便要归我 此后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是 你要解禁他们 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献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 我拣选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的投身的 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 连人带身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我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 将立位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哀尽圣索 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 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前会中 并向立位人如此 以后他指责立位人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向他们这样行 于是立位人就洁净自己 除了醉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 耶和华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 洁净他们 然后立位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责立位人 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呢 所以13节到我们刚刚的22节 就是将一些 作为一些的补充 这个补充里面 你会发现 他不断的重复就是 将立位人当作摇祭 然后就带到耶和华的面前 将他们分别出来 这一个摇祭 这个摇祭的意义就是 通常以色列人就将祭物 交到祭司的手中 祭司就会将这个祭物 他所谓的摇祭 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摇一摇 这个祭就献完了 所以他是不会过火的 这个摇祭献完之后 那个东西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以这样说 所以当立位人 当成摇祭这个画面 我想都已经挺好笑的 会不会我们以后 同工入职的时候 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将同工 放到神面前来摇一摇摇他 就做一个摇祭 所以我突然间想到一些 不管的事 不知道讲不讲好 我们有同工叫铁花 我们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摇一摇的时候 所以就是摇铁花 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要将立位人 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 亚伦就将他们摇一摇 因为这个摇祭 当祭司亚伦这样去摇一摇 他们的时候 一方面他们可以归给神 另外一方面 这些的立位人 就要来协助服侍摩西亚伦 来办理圣索里面的事情 神再次强调 立位人其实是代替 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 因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 蒙拯救的时候 本来所有的投身的 都要死去 但是 神却是用恩典 用死亡 逾越过以色列的家庭 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逾越的过程里面 这些的以色列投身的 免 免去了这个死亡 但是当时的逾越节的时候 就用羔羊来代替他们 然后将羔羊的血插在门框上面 以至死亡逾越过去 本来这些的投身的 是注定要死的 但是因为这个替代 他们得生 所以神就说 要记念这件事情 就拣选立位人 代替这一切 以色列投身的 也就是说 其实以色列人的命 是属于神 神这样去救了他们 神就再次提醒 立位人的意义就是 一个替代 替代以色列人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 投身的 他们被神这样救了去的时候 他们的命是属于神 他们应该从此就 侍奉神 但是神又顾虐他们 所以神又拣选了 立位人代替他们 所以他们就可以 经营自己的东西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产业 但是以立位人来代替 立位人就代替 他们的专心来服侍神 所以立位人的意义 是在哪里呢 立位人的意义就是 在于他的专心上面 为什么神要立位人 不要有自己的产业呢 原因就是专心 否则的话 如果我们又有 自己的产业的话 我们会分心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心 因为可能献祭的时候 就想着家里的 可能献祭的时候 就想着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会有其他的 牵连着我们 牵扯着我们 但是立位人的系统 就是要让我们 没有这些的东西 当然今天自己所讲的 预备立位人的时候 不断地重复的 就是要将他们 带到耶和华面前 带到会幕当中 他们被分别出来 他们是和世界里面 是有分别的 然后不断地也强调 摩西亚伦 和以色列全会众 都按照神的吩咐 神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立位人就洁净自己 除了醉洗了衣服 其实你看见 一直去到现在 立位人都是非常的顺服 其实立位人 可不可以举手投诉呢 大家都是十二支派呀 大家都是同一个 为什么其他十一个支派 会有自己的产业 就我们没有呢 为什么火必偏偏选中我呢 他也可以唱这首歌 为什么是这样呢 但是你发现 立位自派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投诉 不单止没有任何的投诉 他们是甘心乐意 这次今天我们要看 今天我们来服侍神 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 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 为神放下我们的产业 但是神有没有亏待立位人呢 其实神 立位人很荣耀 立位人竭尽自己 除了醉洗了衣服 又将自己当作摇剂 这样除去醉 他们就忠心 办理神会幕里面的事 究竟这件事情 是从此以后 立位人是劳苦 还是怎样呢 我们看最后一 一个二十三节 耶和华小姨摩西说 立位人是这样 从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 到了五十岁 就要停工退任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面 和他的弟兄一同时候 跟谨守所吩咐的 不再办事了 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神就跟摩西说 立位人是这样 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就要前来任职 这里我们要有几个字 中文翻译都挺特别的 一个是任职啦 一个是办事啦 一个是事后 你们有没有看见 这三个词语 刚刚杰弗都问 第二道的经文 明明是说 立位人三十岁 才开工 那又早了五年啊 二十五岁 我们看见 这三个字 就巧妙就来了 二十五岁就任职 三十岁才办事 然后呢 到五十岁的时候 就退休之后呢 就变成事后 那这三主持的 二十五岁来任职的时候 就是二十五岁就入职了 不过入职还没有做事 那这五年就是训练期 这五年就是进修去学 然后三十岁就开始办事 办到五十岁的时候 就要退休啦 就要停工啦 但是退休停工 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呢 就变成事后 所以立位人的服饰 是无自尽的 直到我们见主面 但是 他的工作 就是三十岁做到五十岁 这个退休计划 是不是很好 退休之后 不用做出众的事情 但是退而不休 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所以其实立位人很蒙福的 就是世上有哪一份的工作 这么迟才上班 这么早又退休 然后有一个长远到永恒的退休计划 给你安享往年 去伺候神啊 与神同在啦 所以立位人被拣选出来 要甘心请愿 但是立位人又要看见 其实他们是很蒙福的 十二字派的人为自己的产业都不知道老入到什么时候 我想都未必是三十岁至五十岁就能退休 可能这样来到七十岁八十岁还在那里 要看自己的摊 那是立位人二十五岁来预备自己去学 到三十岁开始上班 到五十岁退休 到五十岁就进入 事后神 事后会幕的一个生命 这就是立位人的制度 所以今天从广义来讲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立位人 神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是要来服侍神 我们要甘心的摆上 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而这个事奉也是不劳苦不重担 我们这样去事奉是理所当然的 在教会狭义来讲 我们同工就是立位人 所以立位人我们服侍就要甘心乐意 我们要摆上 不是你要为神放假世界 你就已经OK了 你就你还要拿你的流出来 拿你的面出来 调和上的油 面粉 你要摆上自己 而且是甘心乐意 但是神不会亏待你 我们以为我们失去失散的产业 但是神替代 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是最蒙福的那一群 我们是最喜乐的一群 我们是和神最亲近的一群 当我们这样的心态进入的时候 会幕就可以启动 会幕一启动 神的账目就在人间 整个的事情都改变 整个属灵的天空都不再一样 云处火处就会出现 抓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甘心乐意 预备好自己来服事你 将你的同在带到人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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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告诉你们我们是新瑞611 感谢主 没有写到我的名字 我们打出来 哈大萨之斗大狂魔 普洱节我们都是这样讲 大家都要庆祝啊 我们在这里先祝大家得胜再得胜 其实哈大萨 不是我 就是哈大萨就是以色列 是皇后 神给她的威风 做皇后 但是原来神都有信义 不要拯救整个以色列 大狂魔 今天哈大萨就是以色列 狂魔都在我们当中 大家看周看就知道了 感谢主 我们一起去到神的面前 无论你是哈大萨 以色列 村民或者都好 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您受这个身份 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要来赞美金杯汤 今天神要赐给你 一个特殊的身份 你是圣洁的国度 你是属神的子民 新约人人皆祭司 无神间据成你美人 得主补血的结症 随随自洁起命为神 要叫你去输血羊 那照你出黑暗 一奇妙者国明的美德 要叫你去输血羊 那照你出黑暗 一奇妙者国明的美德 今天神要赐给你 一个特殊的身份 你是圣洁的国度 你是属神的子民 新约人人皆祭司 无神交据成你美人 得主补血的结症 随随自洁起命为神 要叫你去输血羊 那照你出黑暗 一奇妙者国明的美德 要叫你去输血羊 那照你出黑暗 一奇妙者国明的美德 搞得我都有点乱 感谢主 主 主 求你复兴我 哎呀 请 主啊 心中的一山剑 为我照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 祝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山剑 将我分别为神 作你拥有珍贵其灵 我将身体 现象当作魔忌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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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生命 现象为你而我 为你父亲 我将身体 现象当作魔忌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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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传扬 基督的一生命 祝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山剑 为我照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 祝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一山剑 将我分别为神 作你尊贵 荣耀祈祢 我将身体 现象当作魔忌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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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生命 基督的一山剑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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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一生命 我将身体 现象当作魔忌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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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生命 现象为你 而我 为你 呼吸 我将身体 现象当作魔忌 一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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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基督的生命 我乘身体 我乘身体 身上当作活祭 一身座 一身坚定清明 我乘身体 身上为你而活 我乘身体 身上当作活祭 一身座 一身坚定清明 一身穿扬 基督的生命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你是爱我们的神 祝你是让一个认识我们每一个的主 祝无论今天你拣选我们每一个 是在什么样的位分 祝我们知道你的身爱着我们每一个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就先来开身来赞美我们的神 无论今天你是同工的身份 还是在职场上面服侍的 或者是你是一个家庭的祖父 好不好我们都开身来为着神 给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刚位上面 向神发出最大的赞美 向神来发出最大的感恩 因为神是那一个爱我们 神要将我们放在最适合我们的地方 去发挥我们的那一份 为的就是要我们来荣耀他 为的就是要经历我们和神一起同工的那一份甘甜 我们就先来开身 为着神给我们的位分 为着神给我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才能 我们就来开身来感谢赞美他 祝你多谢赞美你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好神 祝你是来一个认识我们的主 祝为着你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感恩赞美 祝你就是我们最好的神 祝我愿你今天继续来帮助我们 让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好让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我们懂得感恩 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我们懂得来回应你的话 回应你的呼召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在民书记第八章里面 今天特别的讲道 神去简险有利为人也有百姓 那今天究竟神放我们在什么位置呢 好不好 如果我们当中 你知道你是利为人 你是同工的话 我们就为着自己 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来祷告 神很想今天在这一章里面 特别的提醒我们每一个同工 神很想我们 我们专心在我们的服事上面 神很想在我们的服事上面 神很想在我们的服事上面 我们要甘心乐意 顺服神 我们就是被拣选在神的殿里面 办理圣所的事 我们就要在神的殿里面 神透过我们将神的信息来发出 我们在神的殿里面点灯 要将生命的粮喂养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同工的时候 我们就为着神让我们的这一份去祷告 好不好 求神再次坚立我们的信心 求神再次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站队位置 在我们立位人同工的身份上面 我们来为神来 如果你是弟兄姐妹的身份 我们都为着自己 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可以被牧养 我们都来祷告 求神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顺服教会 牧者的带领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配合教会 配合神所拣选的立位人 我们乐意的奉献 乐意的跟随 乐意的侍奉 我们就为着我们这一刻 我们的身份 神要我们怎样去顺服 神要怎样去跟随 神要我们怎样去按照神的心意 来走下一步的神 我们就为着我们这一刻的身份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特别的为着同工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来祷告 我们求神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接纳包容都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不看自己比别人强 我们更慎 我们互相的来体血 互相的明白 互相的接纳 我们都来特别的为着欣慰的 每一个同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 我们来祷告 求神真的将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放在我们当中 求神将更大的爱的关系要放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是彼此配合的 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位分上面神给我们的那一份 我们是互相的补位 让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是蒙神喜悦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你给我们幸运 很有一个家的氛围 主要我们就愿你 将这个家的氛围更多更浓的要放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愿你亲自的 主要将这个家建立起来的时候 让我们的关系 特别是将同工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主要你更加来紧紧的联系上来 主要让你的爱更多的在当中 透过我们的同工释放 省你更多的爱 省你更多的怜悯 省你更多的真理在我们的当中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跟随在教会的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留下的 没有一个人是跟不上的 主要我们爸爸我们愿你这个生命树的大家庭 要好像一个军队一样 又合一在我们的当中 爱要在我们的当中 涌流出来 并且你使用我们这个群体 要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神里的真实 神里那份无比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我们宣告 当我们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合一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站队位置 做好神里要我们做的那一份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能够带下你的同在 带下你的能力 主要让我们成为一支的军队 被你使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最后我们好不好 我们就围着我们心锐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节期啦 其实这些的节期是要来宣告神的能力 也是这些节期我们是很想 让更多没信的人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认识这位的神 我们为了这个星期 普尔节 我们要来宣告 反拜为圣的恩高在我们的中间 下个星期 是复活节的步道的崇拜 我们很希望 透过宣扬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死 并且复活 并且已经升天 将来会再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宣告 人要来到回转 四月底 我们有逾越节的嘉莲华 我们都很想来接住这里的街坊 更多的人来认识主 我们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举手来祷告 愿心锐 我们合一的恩高在我们的当中 爱涌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这些的节期就要来吸引更多的人 要来相信我们的主 这些的节期就要来高举神里的能力 让更多的医治神迹奇事 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发声 我们一起来举手 为着普尔节 复活节 愉悦节 来祷告 求神为我们开通达的道路 无论是一夜节嘉莲华的申请 甚至是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要来预备复活节整个的流程 好不好 我们都开身来祷告 求神来为我们开路 求神为我们来开 让求神亲自加我们同工弟兄姐妹的能力 让我们亲自的在当中要经历神的恩典 让我们邀请新朋友的时候 新朋友都愿意来 神就开他们的心 我们就愿意在当中来接受耶稣 开神来为我们当中 知道人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唯有神能够做的时候 我们就宣告神来带动 神就来在后面默默的用圣灵来帮助我们 无论是同工要预备的 无论是弟兄姐妹要去邀请的 我们都宣告神来带领 神来帮助 神亲自的来到感动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同心合一来服事的时候 神你就在我们当中必成就大事 就要我们为着 接下来三个大的结起 我们向你祷告 愿这些的结起 不单是我们在这里很开心的庆祝 而是真的要将这些的信息 将你的真理 将救恩好消息 我们都要传递开去 要让更多的人得知耶稣 你就是唯一的主 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愿你就在我们当中做大事 愿这里更多的人都要来清理神 你自己那一份的真实 也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述 明述记 八章二十一节 于是立为人 解禁自己 除了罪 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当作咬祭 奉到耶和华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 解禁他们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立为人 我们要常常的接近自己 除去我们的罪 洗我们的衣服 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当作咬祭 将自己奉上 好事奉生 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 主要求你用你的生命来光照我们 主要你光照我们生命当中 有哪些部分 仍然是误会的 有哪些部分 仍然是有罪的 主要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 来认罪 来解禁自己 除去我们的罪 洗我们的衣服 因为我们甘心 来到你的面前 要成为你的遥迹 求主越纳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 离里外外 合一对称的生命 让我们真正的 甘心乐意 除去世间的牵绊 来到你的电雨里面 好事奉你 让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中 让人看见你 让你的百姓 可以跟从你的带领 继续的往前走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程导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